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昨晚新疆对阵吉林的比赛,显然不是周期的最佳状态。 这赛季周期场均出场34.2分钟,得到21.7分,13.1篮板3.2助攻1.1,抢断2.3盖帽。 昨晚的周期只得到14分,12篮板5助攻,与辽宁的比赛大概消耗了周期太多体力,不过他仍是打了41分56秒,拼尽了全力。 在第三节中段,周期在一次快攻后,身体不适被换下,被换下后周期静止走向了垃圾桶,肠胃不舒服的周期在垃圾桶边呕吐起来。 不少球迷在比赛评论里调侃,周期是不是鸡蛋灌饼又吃多了,所以在场上还打土了。 看到这样的评论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这赛季的周期,改变我们都看得到。 相信看到,昨晚这一幕,在恨周期的人,心里也会对周期有些许敬佩。 之所以恨的原因,大家伙都知道。 因为一次失误,周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当时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,包括我们都对周期口出笔伐,恨不得把周期生存活泼了。 前段时间,周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,再次谈起世界杯的惨痛失利。 这种阴影是你抹不掉的,只能说你可能会暂时去忘掉,但实际上它会一直在你心里。 相信,那段时间的周期,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。 他只能靠着自己走出来,没人能帮他迈出这一步。 再次站在在场上的周期,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。 少了些智能,多了些自信,眼神里更多透露出的是坦然。 周期说,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与不公平,谈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,道理谁都懂,但真到你身上的时候并不一样。 当主持人问周期,如果身边有朋友面临同样的压力,你会怎么劝解他? 周期表示自己什么都不会说,没什么作用,永远没有办法感同身手,说什么理解对方都是扯淡。 道理是这个道理,这世上永远没有所谓的感同身手,哪怕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,也不会完全了解你。 尤其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,阿迪江指导算是最了解周期的人。 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,阿迪江指导一直在身边陪伴着周期,开导着周期。 周期已经从那次的阴影里走了出来,然而很多的球迷还没有,现在都用着波兰中锋的烂足梗。 来调侃着周期,周期看开了,我们为什么,就不能看开呢? 说到底,他仍是我们国家队,未来的核心,在恨铁不成钢,也终归是自己人,多些宽容吧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